一種自我保健工作,尤其很多困擾 膝蓋退晃,拉起來,細衣,中衣,都沒辦法移 現在換關節還是沒有用,但事實上有很多問題 關節退晃,事實上非常有很多問題,牽涉到 第一個,我們的末梢,腳的末梢,它也沒有通 指甲兩側,頸穴,這樣壓,會不會痛? 會不會痛就是人出問題,可以平常用力這樣去戳 有空就戳,然後末梢,用指甲用按摩棒都可以 這樣會痛就是不對,就像我們的水溝 每一年臺翁季節之前,一定會有清潔隊把它清乾淨 看我們的末梢,它這邊有一些很多的愉快 叫做脂肪迷力,你要把它清乾淨 末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叫做正腎上腺素 你把它所有的手指、腳指、末梢打通了,你一輩子不會低血壓 很多全世界很多的華僑、低血壓,跑來台灣來找老師 我叫它這邊打通了,人家卻打通了,彈中卻打通了,這邊打通了 一切正常 好了,我們這隻腳,第一個就是把它這邊打通 第二個呢,你一定要這樣柔軟,每天這樣做 第三個,你看這個地方,這個角度一定要小,不能大 我們看這裡 這個角度要站很高,為什麼要站很高 我們一定要學習嬰兒 既然嬰兒出生的時候,你可以看他的腳,這個角度,是非常小的 你看死人,是這樣,才會很大 因為這邊有哪些經過? 魏經、皮經、肝經、聖經、膽經、楊橋、楊維、陰橋、陰維,一定經過這裡 所以這裡平常,在家裡面看電視,跟先生、跟太太聊天、跟孩子聊天 可以常常這樣做 或是這樣壓,把它壓到,越比越好 因為壓到這個地方要很柔軟 這樣很柔軟,你這幾條經過就完成暢通,在這裡 接下去你要疲勒分離,疲勒要完結分離 好,接著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些肌肉、筋肉,你要常去搓樓 大家看這個地方 這一點,英靈犬,幾乎百分之九十的女人 這都堵住了 所以很多女人,這邊都大起來,大得那麼胖 你就手這樣,這邊不要動 這邊用大魚劑,在這個地方怎樣 有痛沒痛,一直戳 會痛,戳到不痛 然後再來戳,這邊,這邊戳 好,這個地方,怎麼去做? 這個地方到屬西部怎麼做? 這是特別重要的 一般你這樣怎麼戳,還是不會削 把硬性截拉開以後,看這裡 這個屬西部 你腳要稍微彎彎的放鬆 不能這樣,你這樣很痛 要這樣,這個扶口壓到裡面 用力,裡面有,一根筋很硬 用力,捏五六下,到這邊 用力捏 捏完以後,忍耐一下下,接著 從這裡到這邊怎樣 把肌肉放動 為什麼? 我以前都叫人家,用踢的 用踢的 踢一踢,是開了 兩天後,又賭回去 我一直在百思不解 我有家要踢,也有家要念 為什麼他還是賭卷?為什麼? 後來我找生化學,細胞學 我才找到原因 因為這個地方,發現什麼事情 你這個地方,為什麼要叫你捏完以後 要一直要戳戳戳戳戳戳 來,我們來看這邊 我們每一個細胞都有美離子跟甲離子 而是只有一個幹離子 外面很多 那離子 還有 幹離子 有兩萬多個幹離子 那幹離子只有一個 我們營養 由外面 進來 ADP進去 在裡面產生生化機制以後 最後一定要把二氧化碳 衛物怎麼樣 要把它排出 那排出以後 你細胞裡面的鈣怎麼樣 細胞裡面沒有鈣 沒有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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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麼樣 就不倒電 所以你這個地方 長年來 幾十年來 這個地方 細胞膜 沒有鈣 所以裡面會硬硬的 所以因此 你這樣做下去的時候 你捏完以後 你一定要腳彎彎的 捏的時候腳彎彎的比較不痛 這樣捏很痛 這樣比較不痛 捏完了以後 要趕快怎麼樣 這樣搓 目的就是要把細胞膜外面 好多好多的 好幾萬好幾萬的鈣體質 逼迫它 每一個鈣體質 跑到你每一個細胞膜裡面 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一個和尚挑水喝 兩個和尚有水喝 三個和尚沒有水喝 身體細胞跟細胞的堅持 非常非常多的鈣體質 因為它知道 誰先進去 誰先死 因為它一定要去做代謝 就排掉 因此 它會有什麼樣的 推穩的動作 因此 人 必須要有一個機制 要活就要動 你必須全身 每個地方 去戳戳戳戳戳 你每個人戳戳戳戳 讓你的鈣體質 跑進去 你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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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磁波斷訊 磁波斷訊 磁波斷訊 你要把每一天捏 兩個小時捏一次 轉用力搓 讓土地的食腸進到這邊 互磁波到這邊 輸入過去 一個是乳酸 情緒不好的乳酸 增加 讓身體產生的肌動蛋白 肌動蛋白拉扯 讓很多危機管折到 所以血不通也會痠痛 另外一個是 我們的乳酸 跟我們的細胞兼殖的碳酸跟結合 結合又會腐蝕我們的骨頭 變成碳酸幹 再跟我們的大腸的結合 變成碳酸清幹 再跟身體食物代謝的二氧化碳一結合 身體造很多酸水 堵住 或是腐蝕的結體組織 你摸起來會痠痛 或肌肉會鬆死 另外一個就是細胞的幹子 排掉 因此 我希望大家 如果錯錯了的話 這個地方 我們再看看一個動作 看這裡 這條就是生肌 上面這塊肉 一定要怎樣 嘗嘗 讓它自動的把你膝蓋上下拉動 讓你膝蓋裡面的滑囊 永遠不會沾黏 你膝蓋永遠不會退化 然後呢 你可以做一些基本動作 跟老師這樣齁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聽數數的標準節奏 輕鬆地甩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到第五下的時候 擺到第五下的時候 膝蓋往下輕鬆地彈兩下 蹲的时候不是越低越好 膝盖要放松保持体系 二三 专心的甩 把脑子里头 这些进步动作或是做 这样用屁股搅动 去转开放松 或是轻轻 屁股 顿屁股 摆臀动作 两脚为蹲 屁股往后拉放松 往前夹硬用力 一 收 二 收 三 收 四 收 五 收 六 收 七 收 八 收 九 收 十 收 三 三 三 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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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做到最後 肚脊的後正後方命門發燙 超過兩百下以後 發燙以後 整個氣血徑環就正常了 前提 肚皮膚或是做蜥蜴爬滑 這樣蜥蜴爬滑 看這裡 手都永遠是跟肩膀的距離一樣 前後 那腳的距離要大一點 用三點彈性彈過去 這隻手一定是在這隻腳的 在兩個手掌的距離 腳一定是在兩個外側 用招的反彈 反過來過去了以後 過去這隻腳本來是直的 然後這裡的時候變成的 屁股往這邊壓 頭往這邊看 這裡 彈性的兩個距離的位置 這樣彈出去 這裡往下壓 頭看這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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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厲害 在你兩邊的距離,屁股,這樣搖 會強化你腹腔這邊的力量 這裡是我們的筋,它叫能量區 它涉及到你的肝膽,胃皮疑,帶小腸子宮冷嘲 這裡用你的強化,二分最疾病會不見 第二個呢,它手這樣在走的時候 你的小腸筋,你的心筋,肺筋,大腸筋,三交筋,心包筋 完全會散開,因為你肩膀這樣動的時候 把裡面的筋肉都打開 所以這個動作,人類的所有疾病至少超過二分之以上 不用吃人的藥,它都慢慢不見 我還是覺得,提高人類的免疫系統比你吃藥還是重要 它完全是靠你每天去把腰部扭開 就跟我們的瑪雅的頓壁股,有點玉取,同工之妙 它是這樣搖,但是它細是這樣擺動 這樣擺動,整個脊椎,所有的神經,所有血管,全部拉開 你的脊椎的位置,很濃郁的,讓它完全的歸位 你這樣一扭腰,腰伸跟強化以後 下面的吃藍進來,很迅速,很容易都可以捲結 每天早上,可以這樣 你把這個屬性物踢開,必須每天要做 因為我們這邊有非常多的石頭經絡 尤其你胃、皮、肝腎、膀胱、膽 對你的健康非常重要 但我們很少人去追到屬性物下面這些人 平常的律動 你要去平常保持一個習慣,天天去搓搓搓搓搓 你這邊搓搓搓,Q彈有力了 你的疾病,是因為你提供長手給他 血流速度快,溫度高,池波不斷訓 氣氛穩定,做起的症状 很多的病菌在你身裡不容易組織壯大 我暫時跟各位朋友全世界的華人共同分享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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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